字幕提供 繼續晚間聽聞 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是流蘇的人比較髒的 1970年代有一個印度人 他流了三十多年蘇 他蘇的總長度是七米長 而每天用了兩小時去做你的蘇 是否很誇張 七米長,真是最長的自己 很誇張 強度你和他加起來 除了JB之外的人,我想問 你對於男士流蘇有甚麼看法 你覺得是否特別不衛生 小心你回答 我又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不是衛生問題 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維持 因為你要流是沒問題的 但你一定要修得很漂亮 即是起閣 你流到一堆,全都爆出來 那些我就覺得不可以 而且我覺得是年紀問題 如果你的樣子很小 但你又特地流蘇 但你又未達到那個年紀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 但如果有些成熟的男人流蘇 我又覺得會很帥 而且挺吸引的 如果我流呢 我流是會… 是哪個類型呢 我不讓評論 真的 好了,我們回到主角 因為我們這裡 我們剛才計算過 我、Chris、Alan 其實在表演 都不是太容易 可以儲得這麼多 但JB就是千生異品 你看看它 我比較多 是 那你覺得自己… 你覺得自己是否比較髒 我聽過的 但我不會特別覺得是特別髒 蘇到我來說 是一個習慣 因為我以前很討厭 我會很討厭 現在我會很照顧它 而且我會特地買那些 很舊式的Double H刀片 那些手動的 即自己打的忌廉 塗忌廉 真的可以 洗完後 我會塗很多酥後水 我還會塗那些… 那些… 那些椰子油 那些椰子油 是嗎 是嗎 就是… 更少 不會去洗澡 都會去洗 大家對於酥 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覺得很棒 有人覺得不太好 在瑞士有一間診所 早前做了一個研究 他拿了18個男性的鬍鬍 分別介乎18至76歲 同時間也拿了30隻狗仔 不同品種狗仔的毛毛 去看看他們分別的細菌的含量 出來的結果 這18個男性的鬍鬍全數 所有人的鬍鬍裏面 都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而當中有7個人的鬍鬍裏面 還有一些危害健康的細菌 狗仔裏面 有30隻 23隻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計算那些危害健康的細菌 是否全部有微生物 是人多於狗的 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 原來你的鬍鬍比牠的毛 對 說這件事出來 那就是公仔… 即是你作為一個男人 突然被人攻擊 我的鬍鬍比狗的毛毛 由於我是他們都不開心 然後前一陣子 有一個化妝品廣告 說女人的細菌 比男人的屍柱更多 這樣也被人攻擊 你為何要先拿兩件東西出來 我給我一個例子 我認識過一個朋友 他多數是墨西哥人 他整天都在搓衣 其實手很小 他不自覺地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想著摸一下 真的挺有感覺 現在也是 摸一下 摸完之後 想起來也清晰了 不是… 剛才那個調查出來 有抹黑了你流蘇的人嗎 其實有 因為… 我流蘇也是我自己 可能打敗自己 亂說我的狗也不如 那當然會… 不是,只是你比你乾淨 對… 的確… 科學這些東西 他一定不是我沒有根據 因為的確是他 他跟其他毛的質度也不同 一定是粗糙很多 所以他床的細菌量一定是高 不會 但我覺得最後 如果自己真的會花心思 好好清潔的話 其實未必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不僅是這個報告 因為很多人都拿過一些粗糙 去做不同的細菌測試 其中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也挺過分的 他就說 在糊塑上的細菌 發現的細菌 是跟人在洗手間裡發現的細菌 是一樣的 即是一些在糞便裡才有的長菌 都是在糊塑中發現 不是說你的粗糙 是有些粗糙而已 有些粗糙 當時這個報告出了之後 有些傳媒大字標題寫了一句話 他寫了一句話 就是糊塑中的糞便會多於馬桶 為甚麼 因為他要拿哪些毛 他要拿這些毛的糞便 如果他要拿那些毛的糞便 那些糞便會更多 他選擇要拿那些毛的糞便 但我開始生氣了… 我開始生氣了… 不是…沒有了… 我個人標準 我覺得樓塑的男生 和多摩的男生很性感 我不算糊塑了 也看不到細菌 大菌吃細菌 細菌當我沒有細菌 我看不到就可以了 我沒有結尾 即是試驗到日後會痛我 你也做了嗎 你不相信 我喜歡光彈彈彈彈 可能我賺的條件是 我喜歡白白淨淨的東西 很乾淨的東西 即是如果我在想像 我和男朋友親愛的話 你會刺激我 我會有一點… 對,有一點… 我試過… 不是,我試過… 即是曾經跟別人親愛的時候 他經常判他便會投訴 你會否搞不定 很刺激… 當時我真的會留在下面 即是我要給她塑膠塑 對 說完之後我們會有一個習慣 例如當我們… 甚麼時候我們會提醒蘇 除了關於蘇髒之外 還有以下這個 這個就是發表了在醫院感染雜誌 即是找了一些有流蘇的醫生 和沒有流蘇的醫生 最後這個研究結果出來 非常神奇 就是說每天有剃蘇的醫護人員 竟然是被那些留住蘇的醫護人員 他臉上有更多細菌 其實當時的研究學者有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就是因為 剃蘇的時候 你的刮刀可能很髒 或者你每天刮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刮損你的皮膚 然後滋生 甚至有些病菌 就會成為了它的溫床 假設而真的很神奇 因為 然後再在蘇上 找了很多天然的抗生體 甚麼叫抗生體 就是可以殺死其他病菌的微生物 於是出了另一個假設 就是胡蘇本身帶有消滅病菌的功能 我贊同的毛髮 可能當成為鼻毛 其實它是保護功能 就是要避免塵進鼻子裡 所以甚至研究的學者 想在未來 隨著這個方向 嘗試拿些蘇 看看裡面的微生物 也好那些抗生體也好 嘗試在裡面能否提煉到 一些元素出來 將來是避免醫藥的用途 可能成為下一顆抗生素 就是如何研究出來 可能是JBD的素 就是這樣 為甚麼會挺適合的 但我好像以前的圓人 圓人全身都是毛 但現在我們越來越少毛 我們留意我們三毛的位置 全部都是保護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自然保留比較好 對女生毛 那麼多的毛便 那你也要生病吧 對,我們要生病 我有一點的 每個人都在生病 你不知道的 別相信這樣 我是否有化妝袋 我化妝袋 我為何戴口罩 不斷說話… 對 其實很容易吃 或口水都會藏進去 我們很難清理 其實很麻煩 而且我覺得留宿的男生 也挺認識 我跟她是同一類型 那也不好了 我們要跟同一女人 你不要跟我做 我會跟她走 我真的有個現象 我不知道你們有否試過 叫做甚麼 變化妝袋 當你認識一個男生 覺得她很英俊 一大堆帳 很帥氣 很帥氣 誰知道 認識久了之後 突然決定 我想改變風格 提帳 提完之後 要不就雙下爬 要不就沒有下爬 要不就很帥氣 要不就很帥氣 結論 如果我當這個問題 問男生也好 問女生也好 知道JoJo帶帳帽子上班 讓你們聽完那麼多 給你一個機會 你決不決定留蘇 我應該不會留蘇 知道嗎 因為我是那些 懶得打理的人 你弄了頭髮已經麻煩了 還要弄了蘇 對嗎 不會多次一句 我會選擇留蘇 因為我看一位印度的師傅 他完全不看蘇 他說蘇 其實越多 就代表你越有智慧 很有知識 可能到我三十多歲 即是蘇很粗糙 我會嘗試想轉型 兩樣我都試過 我先想想 我會選擇 一起看蘇不可以嗎 其實… 其實有一個挺特別的 就是留蘇的男朋友很有趣 因為無論她們吃甚麼都好 只要長一點的表演 她們的食物就會在四處 我就會有機會幫她抹飯 你明白嗎 誰知道你吃到四處都是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很可愛 很變態 很變態 甚麼?留了可以剃 例如那段時間看不到 那天你不想幫她抹東西 對… 我也是 我會選擇有一個男生 可以兩樣 我們可以刪除 我不會跟她爭 好嗎 我可能會篤促她 一定要去清潔她的帳 我不會讓她那麼髒 因為Michelle喜歡狗 她說 我會把她抹東西給她 我也決定會留蘇 因為原來她們倆都這麼喜歡 所以她就… 有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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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她們之外 可能全香港未必的 因為我覺得… 對,因為我真的多數 我真的從這個位置到這裡 每個位置都有 我覺得真的有很多變化 我想我真的想我男朋友 真的不流疏 因為我是為了她健康著想 我免得她病從口入 而且有這麼多鬍子 我真的擔心她會生暗瘡 如果她打理得不乾淨 那壞臉就更壞 對嗎 你告訴你,看鬍子看得多 才容易壞臉 是嗎 對嗎 我不知道 JB,你說你每天看鬍子好像沖咖啡 你有甚麼看鬍子提示 其實你剃的時候 你的手勢也很重要 第一,一定要順著毛的方向去剃 對 慢慢剃短了 最後想看得更乾淨 才會對面 Suzo在看鬍子方面有否保持 沒有,叫你不要問我 Suzo覺得有鬍子更漂亮 很麻煩 經過今天之後 可能大家對於 就是關於流蘇與否流蘇的想法 我不知道下次會否看到 Su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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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你也多了 新的朋友 下次我們Suzo再聊一聊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Damon見,再見 MING